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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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同的社会去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调查 那在研究调查之后呢 他会用文字写成一本一本一本的民族誌 也就是说他用文字来描述 他所参与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生活 参与的文化生活 那他把它做描述下来 那所谓的民族誌影片呢 也就是不同于文字 我们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那所以他在叙事的方式 和表达的能力上面 就是说一般的读者 一般的观众 他能够进入的状态 比较容易进入 因为他是透过影像和声音 会更加深刻 当然了这中间呢 剧本的怎么样编写 还有那个导演的手法 都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每个人的导演的方法 就不一样 对因为比方说来讲 如果说都是拍阿美族来讲 那不同的导演 他可能不同的眼睛 准备不同的视角去看到的 东西都会不太一样 对 那总归就是他对于这种 人群的一个关怀 那这个我看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那我们在台湾这次在台北 是这一系列的展览是怎么 今年是第一次呢 是您首创呢 或者是它是一个 以往就既有的一个展览 是 国际民族制营展 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营展 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了 那它是双年展 就是说每隔两年办一次 那第一届的营展是在2001年 那是由台湾民族制影像学会 那最主要就是胡台立老师 这个音乐的胡台立老师 他也是一个很有 很著名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 纪录片的导演 那由他所创办 那接下来就是前面两届是由胡老师所来策展 那接下来有交通大学一位林文玲 林老师林教授 他接下了也接下了三四五届的策展工作 那今年第六届 那由就由小弟我来接下策展的工作 所以今年你第六届 是 这个首创是很难 但是能够发扬光大 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样一届要比一届更好 所以我觉得第六届 现在来讲第六届是比前面那几届 总是要有些进步嘛 是 所以像这个展览 一直是在台湾展是不是 是 他这个国际民族制影展 一直都是在 主要的主影展都是在台北 在台北 对 那就是主影展的隔年呢 我们会巡回台湾各县市 有一个巡回影展 那他的影片的来源 虽然说是影展是在台湾 可是影片的来源呢 三分之二都是 三分之二来自国外 三分之一是来自国内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国际影展 是 那这个像这个影展 我们我知道拍商业电影的 他总是要票房回收 那可是我们拍这种纪录片 我是非常钦佩拍纪录片的人 因为他第一个 他的商业就是卖票的回收 比较没那么热烈 然后我觉得拍这种纪录片 总是不能够太过于 像你天马行空 总不行 根据这个历史 根据这个人文 根据整个的实际的状况 等有一种纪录片 既然纪录片 我们就不能随便搬讲 对不对 像电影 你可以说这个人飞起来了 或者他做梦或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我们纪录片 虽然手法再怎么样 怎么样你必须要随着这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我对拍纪录片的 我就相当的钦佩 那我知道我们纪录片 也需要很多的成本 拍任何都需要成本 那你们像这个活动 这个经费的来源 是怎么样呢 通常就是我们民族字影像学会 就是很努力的去争取经费 对对对 那我们也跟出版社合作 然后出版了几本 跟所谓的民族字影片 有关的国外的专书 那当然还会透过公布门 来跟他们争取这个经费 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 想办法就是说 透过一些小商品 对小商品来积极的募款 那现在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容易 但是我们就尽量努力的去 证据去做这样的 你说近况 这个状况是越来越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像我们以前的国片 有一些像国片 一般年轻人他都几乎不看国片的 比如说 有很多五年级的 五年级大概 差不多五六年级的 那些当时他们小时候 可能都不见得爱看国片 但是这国片 因为这些工作者 不断的一直努力的结果 现在国片被很多人接受 甚至有很多人是 那好莱坞片他不见得那么欣赏 但是他非常喜欢国片 因为毕竟文化跟我们很贴近 所以我觉得有朝一日 我们这个纪录片 将来一定是被大众接受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我们再请教蔡老师 像这个展览 这一次参加的影片有多少 老师 这次我们向世界各地 包含国内 然后征集这个影片 就征集影片 那我们从两个方向来征集 第一个是我们的主题 叫《试炼与重生》 主题影片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最近两年所完成的 一个新进完成的 文化性和社会性的纪录片 我们叫《新世界New Vision》 那包含这两类 两个大类来征集的话 总共有400多部片子 就是国内外 有400多部片子 来参加征片 那最后呢 我们挑出了35部影片 包含了10部台湾的 然后呢25部 国际的 国外的 对对对 国外的片影片 那片集世界五大洲 那真的不容易 我们只要听 只听到蔡老师这么说 就知道幕后这些工作的人 是多么的辛苦 说真的是不容易 是我们也是战战兢兢 在从事这个 因为毕竟这个民族制营展 国际民族制营展是在亚洲是第一个以这样的一个类型题材所创办的影展 那现在这个影展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拍摄文化性纪录片的 那对这个影展也都有一定的肯定 对所以也才有办法说今年可以征集到400多部片子的那个参加影片 所以很遗憾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影片 我们的影展时间是五天 那所以很多很好的片子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说 因为可能跟我们的主题没有办法相呼应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因为它片场的关系 那没有办法说挤得进来 所以很遗憾就是说有很多非常好的片子就一注之汗 对对对 比如说你们在争这个片子的时候 是就是在两年一次嘛 那你比如说你邀请国外的一些拍片的人来参加 你是先告诉他这个主题 让他们去拍有关这边的 还是说你在争的时候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把他们拍的 找一个跟这个主题能够相吻合的来参加呢 是 最主要是这样影展一开始的策划筹划呢 是用民主制影像学会几位里监视 那开会然后由策展人来决定说 哎观察到这两年来就是上一届影展一直到现在 有哪一些社会性的议题 或是有哪一些状况 是值得台湾的社会大众可以来注意的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题材去出发 然后才征求世界各地的导演 或是一个影片工作者 那把他们完成的影片来投到我们这边影展来 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整个影展的主题 和影展的内容 所以他其实整个影展是会有一个焦点 在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都要符合这个主题的拍摄的这种工作 都要符合这种主题 对我们希望说这个影展 所以说也就是说刚才我会提到说非常遗憾 就是有些 有些主题不合 对对对 那你说主题不合 我在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脑筋里在想 比如说自由的国家 他可以畅所欲言 或是说今天如果说阿拉伯的国家 或是怎么样 他如果他想要讲阿拉伯的女人 是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他如果这个制片或是导演是在国外 是阿拉伯人在国外 他可能比较能够大胆的说 但是他如果说今天生活在比如说沙尔地 还是什么地方 他们很必赛 那你他可能没有办法很 很这个淋漓尽致的把这个 他还想说的东西派出来吗 对不起 其实刚好这一次我们就会有一部影片 叫做女人王国 就刚好这个主题 女人王国对 他就是在 他是黎巴念的一位女性 一个女性导演 然后他是在贝鲁特的一个 一个女性的难民 难民 然后他发现说 这些中东国家的女性在经过战争 在经过当地的一些性别的不同差 就是差异下的 对差异下的状态下面 他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靠自己的力量 然后建立起一种 他们的尊严 一个尊严 然后一种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次刚好有部片子就在讲这个事情 女人王国 对 那就是很令人惊喜的 就是说他这个影片的导演 他就是黎巴念 就是住在黎巴念 对对 是黎巴念人吗 对对对对 他还可以很丁尽尽致的把这个 人王国这个能够形容过来吗 当然他的在技术上面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在当地的那边当物资可能事实上会比较 就是说断 当然他的概念可以说 概念是很 对对 并没犯到他们很多忌讳 其实所以说拍纪录片的人有很多是非常的执着 即便是没有钱 可是他有一个意念 有一个理念 那他凭着他的理念 就是依据他理念在支撑他的生活 那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不只是台湾这样 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这种非常令人敬佩的生活方式 那其实制片人本身 制作影片的人本身 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很精彩 那像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部片子 非常有趣是 他的女朋友是人类学家 他在非洲做研究 那他的 他这个影片我想可能也许下一阶段我们是不是再跟他谈一下 好 我们把精彩的摆在第二集的 如果大家想听故事的话 就继续看我们的第二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